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子哥建议思迁的故事难道还少吗 爸 我知道了 爸 爸 爸 我死不了你 公子 如华 爸 你不能再这样 身体会抹不住的 我知道 只有我好好地过日子 我才对得起我爸 爸 你说得对 现在我是你的丈夫 我一定会替爸爸 好好地保护你 把饭吃了 好好地吃饭 我还有点事情 要和义父去谈 我先出去了 云天 怎么了 怎么了 那天 他跟你说什么 他说 不要让我爱上你 不然我会死 如华怎么样 还好 这几天你要好好照顾他 知道了 婚后住哪儿 沈家 如华他爸爸刚刚去世 我想的还是住在他家里 比较好吧 嗯 今天我要跟你说的事情 想必你也猜到了 义父请讲 云天 关于你父亲的事情 之前 之所以我有所隐瞒 一来 是因为时机不对 二来 是因为手头的证据不足 但是今天 我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原本本地告诉你 至于你要怎么判定 你自己决定 明白 当初 让你父亲去东北接货 是我高新义这一辈子 做的最后悔的一件事情 大约是半年前吧 我接了一单 东北的药材生意 其实 这笔生意原本不在计划之中 那是因为当时 我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不得不用这批货 来做补偿 什么错误 当时龙心药局正处于非常灰暗的时代 我与你父亲为此忙得焦头烂额 我们极力想找一个突破口 一举翻身 恰巧就在这时 租界区掀起了一股虫草热 凡是有钱的人都愿意收集虫草 一时之间西藏的虫草被炒上了天价 我当时也想趁此机会大赚一笔 可是你父亲反对 他认为炒作虫草的风险实在太大 再说 我们药局加大业大 没有必要去炒作这种虚无缥缈的事 这也违背了做生意的宗旨 但是他认为太不值得 那义父的意见跟我父亲不一样了是吗 但是我觉得这是救药局的唯一办法 所以你爹虽然一再劝阻我 可是我还是很想试一试 后来你爹生气了 他怪我执迷不悟 甚至还说我是乱来 那后来呢 我与你爹谈崩了 但是我是不肯罢休的 于是我就背着你爸爸 偷偷在银行里拿了笔钱 去做收买虫草的买卖了 那就是上回我查的那笔 取向不明的存款了 我那满打满算的如意算盘 是想等赚到了钱再让你父亲知道 好证明他是错的 却不料在甘孜收购的车子 发生了意外 连车带药都摔进了悬崖分文不舍 你想想这一夜之间数百万就没了 我怎么跟你父亲交代 我得赶快想办法把钱给补回来呀 我只好银儿搜险 在东北和日本人做了一笔生意 我偷偷地走私了一笔药材 我想靠这些药材把钱赚回来 那我父亲就完全不知道吗 现在想起来 当时他应该是知道的 不然他不会把自己的宅子拿出去抵押 还帮我到东北去揭持一些货 那是我父亲自己要去东北的吗 或许他觉得我既然已经犯错了 再怎么怪我也无尽于事 也或许他认为我能耐不够 搞不定这批东北货 所以他才愿意亲自出马呢 义父啊 你们俩情义深长 我和文轩都应该好好跟你们学 后来的事想必你也都是知道的 你父亲带着人到东北去寻货 当日发生了冲突 还好他拼死保药 或是保下来了 可是他自己去 我知道你父亲出事以后 我赶去东北 一路之上 我都在寻找害死他的凶手 直到有一天 我到了一个饭店 我看到 今天真他妈倒霉 死了好几个弟兄才换回那么一点点货 一小子没把那个上海老给堕死 老子一身都是气 嘘 小声点 小心隔墙有耳 怕什么 这是咱们的地盘 我看谁敢踩 就是 他奶奶呢 那个上海老算什么东西啊 给他运货还嫌少不给钱 我算是看透上海人了 下一次谁敢在我面前说他是上海人哪 说一个老子杀一个 说一对老子砍一窗 吹吧你 谁不知道上海老板背后有恶势力撑腰啊 到时候你们看到他们 还不是点头哈腰地走啊 有你这么说话了吗 灭自己人为妄 黑龙会怎么了 怎么了 黑龙会现在势力有多大 你们知道吗 整个东三省的出入境走私 几乎被他们全霸占了 现在就连我们的老大 都得看他们的脸色吃饭 扯淡 依老子说啊 就是你们这帮没出息的 把中国人的脸都丢尽了 我们大中华八百万兄弟 加起来一人一泡掉 他妈的黑龙会算个屁啊 早把他妈叫回日本去了 来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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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会 是啊 难道这件事情 和黑龙会有关吗 经过我的调查 才发现这个黑龙会 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庞大 他们不但和日本的官方有勾结 和中国的官僚也有接触 国内有一些不法商人 依靠他们作威作福 有的还甚至加入了黑龙会 你的意思是说 黑龙会里有中国人 嗯 我就怀疑 东北小贩馆里的小混混 嘴里的上海商人 应该就是刘炳账 我同时还怀疑 之前我们出问题的那笔货 一定是他在背后搞的鬼 他依靠日本人的关系 倒买倒卖 从中获得利益 他为了打压我们龙心 弄出了一系列乱子 这样想起来 今天他和川道云子一起出现 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义父 那你以前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情 是为什么呢 我没证据 我手上虽然有些资料 可并不足以证明 刘炳章他就是黑龙会的走狗啊 资料 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些 只是为了提醒你 以后要处处提防他 我也会一直调查 直到调查出真相来为止 义父啊 那些资料 能给我看看吗 没问题 那好 今晚我就去找你 今天晚上 好 嗯 嗯 这 义父啊 这个茶叶啊 我出去一趟 啊 文轩 元天来了 你没看到 我看到了 你看到了 为什么不打招呼啊 我 我这不是急着出去吗 义父啊 文轩 这两天心里不舒服 这很正常 过两天就好了 我们俩是兄弟 不会有任何事情的 您放心 你听听 云天多懂事啊 你呀 有时候就是太孩子气了 云天 你多坐一会儿 陪我爹喝喝茶 我有事情出去一会儿 文轩 去吧 都这个点了 你去干吗 张龙找我有点急事 我走了 嗯 义父啊 您别太着急了 有时候 过犹不急吗 文轩啊 他太好强了 有些方面 他不甘意落你之后啊 其实他各个方面 也都不差 差就差在 他缺乏历练 我们也太丑他 造成视野不辽阔 问题看得不够深 他哪里知道 这江湖上有多险恶 所以啊 有些事情 需要一点点历练起来 其实 急不得的嘛 嗯 这我知道 从东北回来 我把龙信 交给你们兄弟两个打理 也就是怕万一 哪一天我出了事 给你们造成措手不及 义父 您别这么说 您现在身体健康 才五十而已 千万不要因为我父亲的事情 让你心灰意冷啊 最近我一直在调整我自己 走吧 我带你到书房去看资料 好 天哥 出什么事了 高老爷 陈老六出现了 在哪儿出现的 在城隍庙附近的一家小旅馆 你有没有打草惊社 没有 是怎么发现的 是老大看见的 陈老六出来买吃的 被老大发现了 阴天 你多带点人手去 把陈老六带回来 我们一起问话 好 走 好 要他们给我们减少工作时间 对不对 对 时间 是不是 我们工作这么长时间 也不给加工资 一定要找他们理论 对 对 对 老板 怎么样 他们都在里面了 好 我既然已经答应杜鱼 就一定要做点事情出来 走 走 对 必须得整理论 必须得 要加工太累了 减少工作时间 庞兄 冒昧地认识一下 我是龙信企业的高文轩 您就是高文轩哪 就是这个人 还在屋里呢 是 剑肥 快追 是 对 有点 对 有点 是 你 没 没 没 人呢 跑了 我带人去追 是 走 我們 讓我們這樣的企業家 沒感到來日無多 大家只顧思念 中國就真的要亡國了 高老闆說的痛快 如果中國人 都像高老板这么 申明大义 中国特来亡国的危机啊 是啊 现如今 中国危机四伏 就是因为内斗不止 而不能把枪口 移至对外 我多么希望 中国也能像 西方列强那样 国人各司其职 各安其位 每个人都尽自己的 一片心意 国家何愁不负强啊 文轩也是沉痛于 一些资本家 只懂得压榨工人 赚取那些 激化社会危机的 魅心钱 所以 我这次来见旁兄 就是想向旁兄 表一下我的心意 以后工人运动需要我的 我会竭尽全力 缺钱出钱 缺力出力 以后兄弟们商量事情 也可以到我们龙敬码头 兄弟们以后的吃喝 也由我们龙敬全包了 好 这太好了 是啊 这是我们的方便 对不对 好 真是太谢谢您了 是啊 应该的 天哥 怎么样了 这个人的身手非常了得 我们十多个人分头去追 竟然毫无线索 真是没想到 上海滩上 居然还会有这样一号人物 看来这个杀手实在是很厉害 如果是外来杀手的话 他不会对陆青那么熟悉 所以他尤其不可能 这么容易就跑掉 毫无疑问 杀害陈老六的凶手 和杀害我爹的凶手 关系密切 有可能 是同一个人 否则 他杀死陈老六 是为什么 这一点毫无疑问 还有一点 能够赶在我们之前 杀死陈老六 谁有这样的时间 又有这样的身手吗 告诉叔 我看这件事情啊 就非那么简单 不能光看我们掌握这些情况 就瞎盼道 因为我们怀疑的人 对我们实在是太重要了 一定要 再探讨一下 对 这件事情 如果没有一万分的把握 只能是烂在肚子里 谁也不能轻易地说出去 对 一定要小心谨慎啊 秦叔 你到后面 给我煮碗面 嗯 秦叔 你不是去煮面吗 怎么来抓我了 你是什么人 你到我们方家有何用意 平川先生 那刚才客栈里的蒙面人 就是你了 客栈 这个我不知道 那 你穿成这个样子 又是为何呢 我有些重要的事情 要告诉你 是关于你父亲的 平川先生 快请坐 嗯 云天 上次家兄带回来的包裹里 除了骨灰以外 还有其他东西吗 还有什么其他东西吗 是日本的机密文件 机密文件 嗯 这件事情 我也感到很惊讶 家兄这次回上海 就是为了护送骨灰 和机密文件 只可惜家兄已死 我这次 只能回东北 将这件事情调查清楚 回东北 嗯 那调查到 什么样的情况呢 这次回去以后 我调查到 你父亲在东北的 那影响力是非同一般的 堪称民族英雄 这怎么说 领尊在东北 遇到了三拨人 他们都想要抢占 东北的那批药材 这批药材 对他们来讲 可是救命的东西啊 他遇到了三拨人 一拨是抗联的 一拨是土匪 另一拨 是日本人 日本人 对 日本人 我想日本人 不仅仅是为了要 这批药材 更重要的是 令尊身上的那份 机密文件 你们 方家祖宅里 死了一个日本人 这你知道吗 对 嗯 这个日本人 是特务情报员员 同时 也是国际主义者 他手里面 有一份 对华作战的地图 同时 他还有一份 日本 在中国各个阶层的 特务情报员的名单 后来这个人 被日本人追上 是你的父亲 将他藏在了 方家祖宅里 保护了起来 后来 这两份机密的文件 同骨灰一起 放在包裹里 前几天的时候 我已经把这份 日本机密的 特务名单 交给了上级 现在国公两党的手里 都应该有这份名单 他们已经开始 采取了行动 前几天 死的那些人 应该就是 日本的特务 只可惜啊 那份地图 被水浸湿了 什么都看不清楚 不过 似乎这个 作战的中心 就是你们方家的祖宅 怪不得日本人 对我们家祖宅 护士丹丹 原来不是因为 那具尸体的原因 这件事情 关系到国家的安危 所以 你一定要保护好 方家的祖宅 千万不能落入 日本人的手里 你放心 我绝不会让 我们家的祖宅 落入他人之手 而且你这么一说 我更加 坚定保护祖宅 令尊去东北 购买药材这件事情 其实 是替钢田大作 传递这两份机密文件 只可惜的是 令尊 估计是被你出卖 冰川先生 您不是说 都已经调查清楚了吗 你知道 是谁出卖了我的父亲 又是谁杀害了我的父亲吗 据我调查的一些情况来看 大体的脉络是调查清楚了 现在还不能确定 杀害你父亲的凶手 不过重要的是 判断这个 杀害你父亲的证据 已经调查清楚了 这是你父亲死后 抗连的人 从你父亲手上拿的 如果我判断没有错的话 应该是你的父亲 同凶手搏斗的时候 你父亲 从凶手头上 抓下来的一撮头发 那这么说的话 只要是确定了 怀疑对象 去查查他的头发 就能确定 凶手到底是谁了 八九不离师 那好 我们现在就出发 下期情况 我路上再跟你说 去哪儿 高家老宅 云天 此事非同小可 一定要谨慎 我们不能只听 别人的直言片语 就胡乱猜疑 其实我 你说的 我都理解 而且认可 其实 在我回国的时候 京妃就跟我提过 对义父的怀疑 这么长时间 我都在隐忍 就是深深指导 不能够胡乱猜疑 可是现在 凶手的特征 如此地清晰 所以 我必须要去找义父 我相信 他是条汉子 我会把所有的事情 都跟他说清楚 请求他的宽恕和理解 因为我深深知道 龙信 不能够再这样下去了 只要 确定了我的义父 不是凶手 消除了误会 那我相信 龙信 就不会再有 分裂的可能 你说的有道理 既然 你把事情 看得那么透彻 我同意 即刻前往高家老宅 走吧 啊 my secret 您 现在 您 あり't 政府 与你 云天来了 你让他现在扣求你坐着 我马上过去 是 好 请坐 义父 这是我的一位朋友 叫平川 我和您提到过的 在火车上救了我和文轩以命 最后 却死在日本人之手的平睿 就是平川的哥哥 令兄救了文轩 还有云天 那就是我们方高两家的救命恩人 若是平川兄弟不嫌弃的话 以后我们两家可以常常往来 这人生啊 能够多一位知己 也是一件乐事嘛 高先生 如果我们中国人 都能像两位一样 挺身而出的话 那么区区一个小日本 又何足为据呢 对 义父 平川今天从东北带回一条消息 平川兄弟去东北了 的确 义父 平川弄清楚了我爹去世前的来龙去脉 而且搞清楚了我爹与康连 山匪和日本人之间的瓜葛 我爹权衡利弊 选择了宁愿让龙信受损 还是把药品给了抗点 想必这个导致了山匪的记痕 可是欲榜象征 得利的却是日本人 这让日本人抢走了最重要的东西 义父 平川这次东北之行最大的输货 就是拿回了一缕头发 这缕头发 在我爹临死的时候 一直握在他手里 想必是我爹在与凶手搏斗的时候 从凶手的头上揪下来的 所以 只要验看被怀疑者的头发 想必就能确认凶手是谁了 义父 病人说三道四 说你是杀害我父亲的凶手 我从来没有相信过 可是 自从上一次在银行查账 查到了那两笔 被你私自使用的钱之外 阴天心里也是有顾虑的 义父 您光明磊落 一搏云天 今天我就希望能够通过 验看你的头发 通过此举 撇清我们的误会 让我们父子俩 再无心结 我高兴亦 一生追求光明磊落 没想到 还是会落到 被义自逼供的局面 义父 请您原谅 云天的不孝 义父不怪你 义父把龙信所有的事 都交给你们兄弟俩打理 你和文轩两个孩子 其实 我一直比较看好你 文轩当然也不错 身手功夫又很好 可是 他比较喜欢走捷径 所以容易在大是大非上 出问题 也怪我们 没把他交好 明天 以后你要是发现 文轩有任何问题 你千万不能迁就他 你要指出他 这样才是真正的帮助他 义父 您干嘛说这些呢 我和文轩之间 即使再有矛盾 但毕竟我们是兄弟 您不必担心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我去书房去取点资料 本来我就是要拿给你看的 刚才被陈老六的事给耽搁了 我先去取 等会儿 我们再验看头发 好 义父的老人家 一波云天 光明磊落 我相信 他绝不是杀害我父亲的凶手 这 谁 什么人 什么声音 什么人 义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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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义父 云天 我在 义父 千万不要让我以前知道 他 他父亲是杀 杀人 杀人 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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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父 义父 没事 杀人 义父 义父 快把义父送医院 让开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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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云天 我没有 杀了我爹 我没有啊 放手 放开我 回去 找我 快走 放我爹 你杀死我爹 我不会放过你的 一定会杀了你 今天路上有传言说 能信守的黑道上的人 结果两个当家的老大 还先后被杀了 你听谁说的了 我听到的版本 跟你说的一点也不一样 你听说什么 我听说的是 高兴亦杀了方云龙 没见到他都会露馅了 方云天未复报仇 又杀死了高兴亦 也有人说 高兴亦是畏罪自杀的 是吗 肯定传言真多 不过传言虽多 可高兴亦杀害了方云龙 似乎是毫无诚意的 真没想到 人心哪 真是不肯测呀 好几十年的好兄弟呀 怎么可能把刀相剑呢 说来说去 还不是为了一个情侣 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方云天 你多走如画也就罢了 但你居然逼死我爹 还帮我们高家 陷入不仁不义之地 可连我父亲被你杀害 还要遭遇费力 你可别怪我 不念旧情 你看看 这报纸上都写些什么 高兴亦暴毙 死因未明 亦兄弟为财产 互相残杀 你也不解释一下 沈小姐 看现在这个情况 高家已经买通了媒体和警方 想要低调处理 封锁消息 我想 既然他们不想把真相公布于众 我看这个时候啊 还是不要出面的好 是 就算你不跟媒体澄清一下 你应该跟文轩哥说一声吧 他打你那枪 就是误会你杀了他爹 你也不说一声 那你要不去 我去 不许去 那你不去还不让我去 你凭什么呀 不许就是不许 你听不懂啊 沈小姐 这个 现在高老爷刚去世 文轩呢 他又在气头上面 说什么都听不尽的 再说了 你是云天的新婚妻子 现在要是出面帮他说话 那会越描越黑的 那你说怎么办 他们本身是好兄弟 不去解释 而因为这件事情 破坏他们的感情吗 我觉得 如果要解释的话 还是等双方都冷静下来再说 喂 什么 在码头上火变起来了 我 你干什么 干什么 干什么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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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给我打 给我打 我 你 我 我来 打你 住手 这 住手 你 你们干什么 这是 老板 咱们高家分家 叫我们推出我们的仓库 对啊 就是啊 他们想干什么 报名天 你要是识相收拾好东西 赶快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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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们高老板的意思吗 不错 是我的意思 温泉 你不用这么高了 我没有鲁莽 我早就已经冷静了 我就是要跟你彻底的分家 你是你 我是我 我们不再有任何的关系 真是没想到 我们俩会有今天 我也没想到 温泉 我们两家世交 这么多年的情谊 就这样了断了吗 你杀了我爹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义父不是我杀的 那是谁杀的 我 云天 你干嘛不解释给文轩听啊 解释 还有什么可解释的 如花 不是让你在家待着吗 你来这里干什么 文轩 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云天他去的时候 高伯伯已经被人害了 高伯伯不是云天杀害的 你的意思是说 杀人凶手另有其人 对啊 那是谁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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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寻旧情整夜无眠 昨日的热情缠绵 如今一遇大风吹望尘烟 我用一世情愿挽留你天刻垂帘 直到有一天你真心回到我身边 忘记我的脸失去我的泪 听你说一直爱我 告诉我你的心从未改变 我们的一些情愿 你我闭上的信念 我让你转身离去 爱与恨 是与非 一切如烟 清朝的温暖目光 我不再徘徊不再孤单 只愿一直为你守候这一世情愿 你我闭上的温暖目 感谢观看